大家好 我是特森 是不是很久沒看到這麼粉紅的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一個全新的企劃 跟之前尋找的戰品有點類似 可是這次可能會變成說 我會有超級多件的一個分母 然後去篩選出我覺得很好的下半身的單品 所以就是一個 海選神酷系列 那本次海選神酷的主人公 就是我們台灣服飾品牌Mobo 我之前其實蠻常開過PADO啊 或是MiaQ 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詳的品牌 那有說Mobo也常常會網友敲碗 加上說我也覺得 Mobo算是台灣服飾品牌的老字號之一 我一開始會知道Mobo這個品牌 是因為我的表妹 他們是跟我說喜歡它的設計剪裁 然後還有就是材質的舒適度 都覺得很不錯 所以就近期我更想要去實測這個牌子的一個動力 我自己後來研究了一下Mobo 就是也有實際去櫃上看了 我發現他們是非常致力於開發各種身型 友善女裝服飾的市場 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 能不能找到適合我的單品 到底能不能海選通過我這個龜毛的評審呢 好 雖然本集影片都是非常的主觀 但是如果你身型跟我差不多 我相信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先跟大家想要透露一下 雖然說我自己本來期待不高 可是結果居然有挖到很棒的保障 大家一定要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那如果你也很好奇 就趕快跟我一起進入這次的海選吧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比較不適合我的單品 這麼多呢為了影片的片長著想 就濃縮了一下來跟大家精華介紹幾款 涼感鬆緊綁帶錘最寬酷 那我覺得這一件呢真的是很舒服 涼涼的非常符合夏季想要清涼消暑的一個需求 我穿上去的時候會讓我那兩個尖角沒有那麼的修飾 所以主要是我淘汰它的原因 但其實它在前檔跟後檔的長度我覺得都很夠 所以整體而言就是左右兩側的部分 然後因為這個原因被淘汰掉 然後再來這一件是蠻多人當初我在IG問說 你們有沒有想要看什麼Mobile單品的時候蠻多人投稿的 就是簡型質感俐落九分西裝褲 那是我覺得單看官網的照片跟model照啊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看也完全是我的菜 沒有到完全西裝料的感覺 我覺得摸起來是屬於比較棉布感覺的一個西裝面料 下腿跟屁股感覺變通了 就是我主要淘汰它的原因 有沒有發現我真的很嚴格 那也有網友跟我說選購Mobile單品的時候 記得都要偏小一碼 因為他們的版型變大 不要他會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Mobile家的下身單品 十件有九件都會做這樣子的一個彈性腰頭 滑滑滑感覺的 後面是做一個簡單的拼布上去的口袋 泰調的牛仔褲的兩件 那這一件第一件呢是一樣也是M號 第一件是弧形剪接褲腳撞色丹寧褲 這以丹寧布料的話他們的丹寧布還不錯 然後顏色刷色也還OK 那我其實去年也有買過幾件 可是當時就是可能沒有經驗 我那時候都買了齁 所以說太大件我覺得比較沒有參考價 我覺得這一件其實我穿起來很舒服 那在它的兩側的臀寬啊跟大腿寬 我覺得都很修飾 就是我而言的一個問題點呢 就是他們的褲襠太淺 都會讓我這個位置會覺得有點卡當 剛好卡住你妹妹那個位置的檔的話 你穿起來大腿內側 就是你會更讓人家發現你沒有大腿瘋 所以我覺得大腿瘋是一個 會看起來你是胖還是瘦還蠻大的一個主因 像我小時候都非常羨慕那種有大腿瘋的女生 就覺得她也太瘦了吧 我跟你們講我真的是從小到大從來沒有大腿瘋 我完全沒有體驗過下面腿是空空涼涼毫無摩操的感覺 其實大家應該很少會看見我穿和聲的牛仔單品 如果跟我一樣是小胖子的話 就是建議一定要選硬體也不了 因為它才可以收好你的肉 那它這一款呢是彈力的布 但是我還是很想要嘗試看看 就是MOBO這家彈力的牛仔布 我穿起來是怎麼樣呢 穿起來舒適度真的是很優秀 可是再來就是我身型上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腿型是有一點X型的一個形狀 所以當我穿這種褲腳越來越縮窄 到下面有點小腳褲的感覺 然後加上它又是彈力貼腿 合身與我的身型的一個褲款的時候 就會更加強化出你的大腿黏在一起 再來就是你的兩側是一個X型的形狀 那有提到它的褲襠比較淺 然後穿起來的時候我覺得它的腰頭是大概中腰吧 可是今年好像復古風的關係 有看到一些韓國連線有出一些比較中必要的褲款 可是我個人覺得流行是流行 但是穿對適合自己身材的一個單品還是更重要的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看起來更有自信 然後也更加顯瘦嘛 那所以我自己是不會去碰那一種單品 所以穿這件的時候 余哥就說他覺得我看起來好像變矮了 然後短短廢廢的 就是它算是對於我而言 會露出非常多致命性缺點的一個褲款 這件鬆緊腰休閒褲穿起來很舒適 也有outdoor風格 可惜它是偏合身的褲腳收窄版型 特別不適合X型腿 這件穿起來好像卡當更明顯 小腹大腿會讓我更顯胖 所以只好又跟他說掰掰了 3 2 1 滑膚格的這一件短褲 偏厚實一點點的 其實布料真的是不錯 紮實的 也有帶有甜感 這次體驗下來 我發現MOBO他們真的是在材質上 很用心都是不錯的面料 有一個拉拉繩 裡面我覺得有特別顯瘦的效果 因為它穿起來屬於有點中低腰吧 就是我如果拉到很高腰的話 檔會有點卡住 然後我覺得整體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顯瘦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這一件 我實際穿起來 它應該是叫做短褲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穿起來 就是膝蓋上 大概10公分長度的短褲 或者是你可以實際去他們櫃上試穿看看 好 這個褲款是列為是普通區 那我自己覺得這件褲子很好看 但是有這個彈性搖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點稍嫌可惜一點 因為就是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看起來沒那麼的俐落 所以我就把它列為普通 可是這件我覺得它穿起來是超級修身顯瘦 反側的馬鞭肉啊 非常的修順欸 我真是amazing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褲襠 褲襠沒有到很卡 可是它也沒有說到非常寬裕 所以屬於有點剛剛好的那種零界點 就是單寧布喔 就是那種斜紋布料 很像那種卡其褲啊 或是就是比較男生風格那種 除了絲褲、妝褲或是吊帶褲長 然後會出現的那種斜紋感覺 那種面料 那種面料也蠻常會拿來做一些外套啊 就是比較硬挺一點點的感覺 然後這個狀色線真的很好看 是有復古的感覺 不會覺得說這件深藍色褲子很無聊 整個穿起來是還蠻枝筒的 就是你會覺得你的腳 因為我本身腿型不好看嘛 那你會覺得你的腳啊 就是它在外面那個空間感 可以剛剛好修順你的腿型 看起來超級直的 再來要進入喜歡區囉 喜歡區的話呢 我很喜歡這件褲子 9號的時候是比較適合我的身型 魂寬絕對是想要顯瘦的一個第一順位 那它這件褲子呢 布料我也很喜歡 是我們可能常常會買到的一些 我覺得面料比較舒服 然後紮實一點點的西裝布 那這款西裝布呢 屬於稍微厚棒一點的 我覺得它是有份量感的 手設計就是一般的壓折 我覺得還蠻經典耐看的 然後前方是做一個瑪瑙的扣子 它的褲腳的地方 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反折 然後這邊 它是反折在這裡 固定的一個扭扣 這個是不可猜的 是一個固定的一個設計 但我覺得這個設計還蠻好看 就是讓這件褲子看起來 不會說覺得太單掉 我覺得這次我試到很驚豔的一個 壓折寬褲 算是什麼啊 浮水綠嗎 就是有點嫩嫩的 它有沒有許名字啊 呃水綠沒錯 然後它這個顏色看起來真的是超級鮮氣 那其實這一款呢 它有上衣 它是搭配成套的一個套裝 它的上衣是長這個樣子 呃也是那種流線感覺 然後很俐落的一個剪裁 但我當初會心動這件套裝的原因 就是它這件上衣側邊 有沒有看到 它是前短後長 然後很隨性的一個剪裁 旁邊布料都是採用不收編的設計 在春夏還蠻適合入手 這樣子的浮水綠的一個套裝 超級好看 也很適合參加婚禮耶 結果因為我前陣子不是出了 有婚禮的穿搭嗎 這套我覺得也很可以 這屬有點光澤的布料 所以我覺得它 適合去一些 有點微正式的場合 那或是你上班族穿 也很OK 它不是那種很亮 很像塑膠袋 是有點霧光感的 它這件上衣單穿 搭配給牛仔短褲啊 或者是任何西裝褲款 也很適合的話 我覺得單買它的褲子也很值得 因為它這個壓折褲 穿起來真是超瘦 肌瘦 完全把我的肥肉都收好 然後藏起來看不到 再來就是我覺得 他們有非常琢磨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腰頭 整件是彈力鬆緊的一個 舒適的寬褲啊 都很容易發生 裡面的彈力帶 會翻轉的一個狀況 這個腰頭就是都有 就是加寬 然後這件縫紙就會 红得特別的精細 所以讓它不會有翻轉轉 你們會看到它中間還做了一個車縫 所以它穿起來很穩固 然後又很挺 你看起來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壓折褲 可是我覺得 壓折褲啊 如果選對版型 然後跟布料 然後以及它這邊做的 做工又是精緻細緻的話 可以穿非常的久 你外面要穿搭什麼襯衫 或是穿搭的大T恤 也都很OK 這是一個懶人 我覺得很好看的一個褲款 好像光啊 隨著這個壓折 會有這種波紋的感覺 那它這件褲子呢 比較小小可惜的地方 是它沒有做口袋 可是我想應該也是因為 沒有口袋 就會讓它這邊 會更加的順 更有垂緻順形下去的 一個視覺感 因為我自己之前 有做自訂款的時候 我發現說 當有些單品 我沒有做口袋的時候 好順好好看 可是我做了口袋之後 它的確就會有個口袋的形狀 跑出來 就是一個比較難去避免 就是布料啊 有時候要考量 做了不同樣的一些工藝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反效果 那我覺得這一件 它這樣穿起來 真的是非常的俐落 因為我覺得穿上去的時候 我的屁股也不會顯大 我很喜歡就是可以落地 但是不會讓我拖地的一個長度 比較高可能 160以上的女生 頂多就是在腳背 再上去一點點 也不會說短到很像什麼 重點的那種長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鮮腿長 那我自己 如果說 預算只有一件的話 我當然是會 首選黑色 因為我覺得黑色是 最百搭 然後看起來真的是 腿超直超瘦的 這件我覺得你們買了 真的是不會後悔 我這次不是試了 超級多的酷款嗎 就是各個支線的 各種設計啊 跟 材質的感覺 我自己特別特別喜歡 的是他們Designer設計的 但是那個系列 要設計感 然後它的布料 我覺得也有更好 那再來就是Nomcore 然後因為那個設計 就是比較隨性休閒一點 所以基礎平常在出的 常態的支線Lifestyle的話 我覺得是 比較 嗯 少女 休閒 看起來年紀會比較小的 那種感覺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鎖定一下 他們這個系列 那如果你想要找一些評價 然後好穿 或是多尺碼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去看他們平常 基礎款會再出的Lifestyle 你們看 這件 條紋的 可是其實它 是屬於比較造型系列的 如果你說你的運算沒有那麼多 然後 只想買一件牛仔褲的話 我當然不會說一定要買這一件 因為這件 你平常常搭它出門的機會 不一定到非常的高 簡單的講 你的上半身就是素素的 就可以看起來很有造型 這就是 這種花俏的下身單品的一個魅力 那我下面的話 隨便搭一個T恤啊 素鏡的白色襯衫 都很好看 所以 這件褲子呢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時髦 這這台褲呢 尺碼是 S號 嗯 怎麼這麼奇怪 它這邊有SML 那我這件是S號 可是我覺得這件的腰寬是屬於寬的 因為我穿起來其實還是有點小小的浪 只是就是如果你身體跟我差不多 你想要選這個褲款的話 你可以選擇S號 然後它這件呢 我後來發現就是Designer系列的褲款啊 都是比較褲襯 感覺比較寬裕 然後包含臀寬 我覺得都是很適合我身型的一個支線系列 所以 也是我大大提升好感值 對於MOBO的一個印象 它這一個褲款呢 其實它有出一個上半身可以弄成一套 那我覺得超好看 然後直接在IG有發現時給大家 超多人詢問那個背心欸 聽說這件的庫存不多 好像現在這樣內搭蕾絲就很好看 這就是一個非常造型的小背心 在夏天啊 我自己想要有一些層次變化的時候 我就會投資非常多的小背心 因為我覺得 小背心就是可以讓你看起來好像 有點會搭 當你只是顏色上搭配的時候 有的時候 有些人不會說你這個叫做搭配 其實這也是我蠻 詬病覺得 百事不解的事情 因為其實顏色上的搭配也是搭配啊 你為什麼會說它這樣就不會穿搭 那反正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很會搭的話 就是要透過一些層層疊疊嘛 所以這件我覺得就很適合想要投資 讓自己看起來有造型感的一個單品 背心也是百分之百純棉的 跟這件牛仔褲就是使用一樣的用料 跟刷齊的一個造型 我稍微後退一點 有點像擺著褲裙有沒有 之前在MiaQ影片也有跟你們分享過 找到一件 嗯 修飾臀型 然後看起來不會腹部太大 然後兩側馬鞍肉太大的一個擺褲裙 是非常難的事情 那它這件呢 因為它這樣的壓折感 就很有擺褲裙的一個視覺效果 很像一個A字狀的裙子 可是穿起來不會說覺得下半身分量感太重 內襯布是做短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下面的腳啊 如果穿一些特殊的襪子 我覺得都還蠻有造型感 它的布料呢 跟剛剛壓折的不太一樣 它這個算是幾乎完全消光的感覺 因為剛剛是霧面光 雪紡紗的面料 應該常常在外面逛街會看見這種雪紡紗的布料 我覺得它穿起來是輕盈的 沒有很熱悶的感覺 那整體而言 那個透紗的質感我覺得都很好 你看它這個壓折也做得很平順很好看 因為很多壓折都會做得很扭曲 就是我有遇過一些壓折會做得扭曲 我覺得就很掉價 那這款的話呢 以我目前收到的品質來說 我覺得都非常的不錯 跟剛剛Designer系列的那一款 流動感的寬褲 都是有做像這樣子 讓它不易翻轉的鬆緊帶的設計 想要找一件A字的擺折長裙 然後想要有修飾效果的話可以選擇 那這件小轉褲呢 我覺得它穿起來真的是 會心超級修飾的 不會說到太短也不要到太長 我覺得它的長度還蠻剛好 因為它沒有到整個五分褲 然後它又是有一點微微A字狀的 而且它的褲襠我覺得也是夠的 兩個字顯瘦 選擇M號 因為它一樣是有彈性的腰筒 是屬於這種有一點棉麻布的感覺 再來就是它這件褲子呢 它有做一個小設計感在一個側邊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扣子 扣環在旁邊 我覺得很不錯喔 再來一樣是短褲 但是這個短褲呢 我有M號跟L嘛 兩個我在猶豫當中 但是整體而言我覺得 顏色跟版型是還不錯的 牛仔30 也是五分的感覺 然後這個褲款呢 在一般來說是這個直筒的地方 也做的還蠻寬闊的 那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它也是做這樣子的 往外有點微A字狀的版型 然後在褲管寬的地方 也不會到太闊的很 所以性的一個褲腳 L號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褲襠對我而言比較夠一點 可是L號的腰會有點浪子 可是整體而言我覺得 穿起來是很顯瘦 除了褲款之外呢 我這次也有挑選了一些Mobile的其他單品 也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是我個人覺得喜歡的 那首先呢就是我身上這一件 這件叫做新天地不規則的洋裝 橫行直筒的裙子的感覺 然後意外的是它竟然有做口袋 你看 哇好棒喔 然後我更喜歡的是 它是在它的下擺裙子的地方 是有做一個不規則的切割 然後再拼接紗布 超好看 我最近超喜歡這種液材質的拼接 然後它這邊是做這樣子的方形領 我覺得這件洋裝單穿其實也很好看 只是就是我想要看起來的造型改變 所以就特別搭配了一個網 紗布 顏色我覺得超級嫩 它其實還有黑色 我個人想要再入手黑色的時候 軟感的那種 巨子纖維的西裝面料的感覺 屬於有點灰色調的粉紅 就不會覺得好像太過少女感 長大了之後臉皮稍微薄了一點 就不太敢穿一些太少女的色情 當然我是有努力的想說偶爾要挑戰一下 所以我今天才會穿粉紅色嘛 我自己覺得穿起來效果還不錯 然後真的是很有蜜桃感 沒錯我覺得這個 除了鮭魚粉的感覺 我覺得它也是有種 給人家那種蜜桃女孩的感覺 要搭配腰帶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這個腰帶是黑色 如果說你想要搭配這一件的話 我建議你要搭焦糖粉 我覺得這個T恤還蠻有一個造型感的 就是在夏天 這種暈染的單品其實還是很流行感 但我覺得它的暈染 不會說覺得好像太小孩子氣 然後這邊又是做一個黑灰色的 看起來還蠻有個性小南海風的感覺 算是有一點偏短板吧 然後也是前短後長的一個剪裁 在衣服的一個側邊有做了一個小小的標語 你們自己看 在生活中的所有好事情 這個標很可愛 百分之百純綿的 它摸起來不是這種柔綿的 算是穿起來是舒適 可是微微的一個硬感的T恤布料 不是說走那種柔細啊 輕膚滑滑的感覺 打開這件T恤的時候 就沒有任何皺皺的狀況 就是它的布料的平整度是還蠻高的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我自己先把它搭配好 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剛剛那件暈染T的另一個顏色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黑灰色的 看起來比較有這種酷酷的感覺 它搭配像這樣子的一個牛仔丹丹背心就很好看 這也是比較寬白一點的丹丹牛仔背心 自己很喜歡買充丹丹牛仔背心 我自己之前有買一些寒貨的 那單價都比較高 我只有一件都要2000多 然後這件的話呢 相較之下就會評價輕盈很多 造型感跟設計我自己也覺得很好看 它是有點淺淺的蛋刷藍 所以現在這個夏天看是非常的實大 做一個仿製翻蓋口袋的一個造型設計 實際的口袋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的設計超好看 就是它把那個防製的一個造型 然後就通通把它做了一個側線 刷色都把它刷編出來 讓它這邊看起來更加的立體 有造型 然後背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基礎款的牛仔背心 這種單品我會很喜歡 原因 主要是因為說它很修飾肚子 就有的時候如果特別要出去 然後 我又不想讓人家覺得我好像太邋遢 太隨便 只有T恤牛仔褲 T恤跟黑褲 的話我就會派上這種單品 比起剛剛那種條紋的小背心 更加不用去動腦思考 就是你直接照在外面 看起來就會有造型的 蝦皮也有開箱過卡其色的丹寧背心 就是我都覺得這種背心 就是可以讓你的穿搭看起來 多了一點層次造型 是會讓小男孩的感覺馬上跳出來的 這件丹寧背心啊 搭我們剛剛那件黑色套裝 也會超好看的 也會大大降低 你可能會覺得比較正裝的一個套裝感覺 就會讓它看起來更加水性秀顯一點 再來還有一件是這個壓折的西裝外套 那這件壓折的西裝外套呢 我覺得很好看 面料非常特別 是屬於這樣的有點皺皺感覺 皺感覺的面料 也算是我在西裝外套裡面 從來沒有看過的 有點像樹幹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我印象中它還有 十大奶茶色跟黑色 那我想說拿了一個很粉嫩的綠色來搭配看看 那我覺得整體還不錯 一樣是有做一個薄薄的內裡 這個時候就是短袖西裝外套自把的一個時間點了 然後它的一個袖長 我覺得也很剛剛好可以遮住比較肉的手臂 雖然說它的面料感覺綠綠有點正式感 可是因為版型就會讓它更加有一種很復古 然後很寬鬆很帥氣的感覺 只是有南海感覺 面料感覺也很耐穿 就是它有一點點像那種小香面料很紮實的感覺 這個優點就是說它非常好照顧 不太需要去運燙 像我收回來到現在它也沒什麼皺皺的感覺 就算做做你可能還誤以為是面料的感覺 然後後面是有做這樣子的一個開茶 我來總結一下我自己這次最最最喜歡 最推薦的單品了 就是我身上這件洋裝 我覺得顏色版型造型感我覺得都超好看的 雖然說不是屬於在下半身海選的一個類型 但是這次我真的是非常喜歡這件洋裝 很好看 如果是酷款的第一名的話我會選擇這一件 這個壓著褲真的是穿起來的腿超細的 就完全是修飾禮子的一個神褲 我這次還選Mobile褲款的一個新的 是馬做得非常非常多 會有彈性腰頭 就是不管什麼類型你想得到的 什麼卡其褲啊 縮管褲啊 綿褲 休閒褲 然後牛仔褲 通通都會做彈性腰頭 因為我都試了非常非常多件 選出喜歡的 就包含普通還可以接受的大概有七件 那雖然說這個比例看起來沒有到非常的高 但是你要去考慮到就是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嚴苛的人 身材跟我一樣也是屬於大腿比較肉 然後內側也是會有摩擦的肥肉 跟馬鞍肉的 我一樣有這種嚴苛的前職 希望可以穿出天生瘦子的詐欺感的這種人 我們這樣真的難搞欸 就會特別需要再挑選一下 所以會更建議去他們的櫃上 實際試穿 本集影片有介紹到的喜歡的庫款 有經過海選的重重關卡 過關的選手們就有加入這次的團購 團購的話就是即日起到7月12號的23點59分 團購的方式呢 是使用專屬的官網折控碼 其實你全館都可以使用 但是官網同步也是會有他們自己 有持續在跑的活動 跟折控碼是沒辦法互相使用的 就是只能折衣在這邊跟你們講一下 它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或者是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或是IG來問我 在IG會開一個QA問答 然後你們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上面問我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